它是用生活哲學 就是立地成活 誰都可以當活 只要你達到那個新興的話就可以 那這個 這裡我建立給大家的就是 你要推動這樣的一個觀念 就像我們往前兩代 我們在推動這個 我們養生村 長壽村一樣 就是你不可能一下投入很多資源 那軟體別跟上來就做出來 你的長壽院的話不可能 所以我給大家的 我這個已經刪掉很多東西了 第一個 就是重視軟實力的建構 那你要從書籍 光碟去告訴人家什麼叫長壽院 就讓人家認同你的文化以後呢 才能往下走硬體 不是先走軟體 不是先走硬體 不是先走軟體 第二個呢 就 建構一個延席的營區 這個 我的建議說 我們一般人你要叫他說 改變生活習慣是很難的 那我的建議說 你就讓一些已經有足夠退休的人 或者說已經 各種 主客觀角度允許的人 到營區裡面來 最好是改一個月 你進來之後跟你做個健檢 那你一個月裡面 你照我們的生活方式 產五一的生活方式 過一個月以後 再跟你做支健檢 那你就知道說你變了多少 那這樣才有順古令 我現在的經驗告訴我 我只要跟七十歲以上的老先生 老朋友講 我們的氣功的好處呢 他們都一聽就 就聽進去 而且一次就學位 但只要是七十歲以下 沒有一個學位 就都聽了 然後就忘了 就沒有做 那這個 這個是跟我們實際 走志工的文化 所以我會把台灣的所有東西 我分析給他聽 今天我這裡是沒有晃 那我的建議就是說 用志工的方式來推廣 就是類似一對二 二對四 四對六 四對八 這樣一個方式來傳承 這樣一個文化 因為 基本上 這個慘文藝文化 並不是很深的文化 是生活哲學的文化 所以 只要有人認同 他是可以幫你來傳承的 就走有點像我們慈禧志工那樣的精神 那這個 就是 區域性的營區的建構 就是我 先由 三豪在這個營區開始 那我以後呢 在各地區要設很多營區 這營區之後 還要設很多營區 就是定是一個中心 以後有一個分支機構 那目前他已經走 第一個營區的動物 那最後到國際性 那這個當然你要怎麼做 都是要有個金錢的來源 我說你怎麼做 你都要有個金錢的來源 所以 自願性的間線是主要的來源 那這裡面呢 大概就是一些收入 這些方便的收入 一些間線 這我也不講 這比較細 那後面呢 我就跟他 強烈建議 絕對不能做大營區建設 那你下去你會很難做事 你軟移民跟上營區 絕對不能做營區建設 那這個他基本上是接受的 那我接下來我想 因為時間很飽 我剩下八分鐘 我就帶各位去做個旅行 叫三王賽做個旅行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是可能比較 或者 這實際讓你們各位知道 什麼叫三王賽 什麼叫 少林寺 我到那邊的時候呢 是 回到鄭州 然後 他們 四澤建本人來接我 就帶著我去 他們的松山 這松山的一個 地質景觀 你們看就這樣 然後呢 接下來就他大地質 他第一天是讓我出來旅社裡面 那隔天一大早 他大地質來接我上山 那上山呢 他現在叫我一招 叫做風白流的功夫 因為要爬一千八百多階的時間 那就用風白流的功夫爬上去 我爬到最後 我已經大概 意味到那個意思了 他已經到了 那個方法就是說 你越慢的人 工夫越上乘 他說他似乎可以爬十個多小時 那我說 照顧我只有 一個小時就爬到了 因為你第一次 所以你爬不慢 他是越慢越厲害 那這個是 一路上這個是張良的對面修行 他們這個都是很古文化 那對面在看就是這個山寺 我把它拉進來看 就是這種山寺 那很多遊客 剛前面看到遊客呢 就是他在 他從這邊爬到少林寺去 要走那個山路到少林寺 階梯一直走到少林寺 那這樣看 原來就是少林寺 就是四永信在修行 在主持的地方 那三龍王寺就在這個山的下方 就是在中間的地方 大概類似他的婚宴或下院 那目前是兩個人在理論上 理念上不合 所以你要上網看的話 四永信說 哎 山王寺不是我們三林寺的 跟我沒關係 他會這樣講 所以這個是他的山的景觀 各位看 這是三王寺 並不是四永見在修行的地方 是一個類似我們台灣的廟宇 但是你一般人可以到這個地方 到不了他的三王寺 三王寺寺院進不去 逼他引領你來進去 我就到這裡的時候拍個照片 就是在門口的地方拍個照片 然後呢就看到這個 他的一山王寺的景觀 這北魏的建築 然後我們往前看 就是已經走到大門口附近 正門 我們進入正門 正前面呢 穿堂 裡面有個佛像 進去以後就是 這個就是他們 營區以後給我們 去參加新內營人住的房子 那佛爾也捐了他一些 失戀裝飽 我幫他尖叫 就算給他一個支持 那再過來就是 他們有佛堂 就是他們 佛像的一個佛堂 然後旁邊有一個 他們叫 然後各位看到 中山禪宴 就是他的一個 名字 那旁邊 就是佛堂 以下的一個設計 各位看到 一山建築 那旁邊就有一個 他們的一個 修行的一個 這是一個 目前兩個人 八十幾歲的 師姐在那邊休息 他目前八十幾歲 他八歲就出嫁 他發現 那這個是那個鐘樓 那過來就是 各位看 我拍他的一個 他們自己種菜的菜園 那旁邊呢 叫一城堂 這一城堂 就是他們一個 主要的一個 吃飯啊 或者一些 活動的一個中心 在我裡面看的話 就比較大的建築 這是古建築的造型 這是他們從法國 引回來的一個菜 他們就用這個菜來吃 我都在吃了一天一夜 就是吃這種菜 因為他一發火 救了一個人 那這邊就有沒有 一些種子 那這個是另外一邊 這個是 試著今天修行的地方 在這一邊 各位看那個 小小的石頭 就剛我的簡報裡面 你們看他一個人在上面練功 有沒有 那就在那個石頭上練功 那這個 我就住在這上面 這個房子的旁邊 就那天晚上給我住了 這就是他們 他所有的來求醫的人 就在這邊移植 這中間是移植的一個點核 這個 衛心 兩衣 好像什麼的 這個 前面就是練功的房產 這廣場是他們 師弟的練功的房產 師徒的練功的房產 那各位看這個 旁邊還有 是在蓋一個 修柴 餐柴的產業 正在蓋 那應該快看好了 這去的是什麼 那這個 所有的 你要上網 試得見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個人 站在上面 就是在那個石頭上面 就練了 他 他 趕在一個 前來峭壁上 我在 簡報前面 各位可能沒有注意看 他可以站在一個 一個峭壁的 就屋頂 屋頂 屋頂 屋圓是 一百二十度的 然後 快度大概只有 兩三公尺 那下面就是 就 就幾千米的 峭 幾百米的那個 聖煙 那上面 練功 就跳來跳去的 上面練 就兩米喔 一百二十度斜度 我在前面有 各位 待我再給你們 回去看一下 這個他的一些 當以前的一些 台樓 一些碑紋 很多 就是他 行進法師的碑紋 他幫他看起來 這是他的 自己的 修行的 殘謀 他就 站在那個 屋頂斜斜那地方 下面就是 深煙 他就上面 跳 跳去 跳去 他在後面 跟我聊了一個下午 我就各位可以看 他這個 殘謀的 前面的景觀 都是一些 像 像 一些 柔翰 柔翰 柔翰的那種造型 這 這是 這最後我就 在那邊 引開他的 三王賽 對 我就從那邊引開 然後就下來 就 一直 這樣 這個 各位可以看 這步道怎麼做的 這個 我拍這張各位看 你從 底下來看 他是用 砌 做這個步道 等於是沒有路的時候 要砌出這個路來 這是一些 食材的 這個以後中間 這裡要變成一個 在 下 在一半的地方 他這個要再改建成以後的 一個中轉區 所以一般有個人到這裡 不停要上去 還沒看起來 這到下來就下來了 我想我 大概很準時 在八點以前 把我這個棒 叫出去 那 真的 有 實質內涵的 要想學一些他的一些 氣功的 在那裏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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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王學長 要看怎麼處理這裏本作業 好